我覺得運動員是不可能會對 以成績方面來講的話是不可能會滿足的 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的父母他們很喜歡網球這項運動 所以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他們讓我去參加一個東森網球夏令營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就慢慢的接觸網球 然後甚至願意投入在網球上面 五年級的時候就讀體育班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在受傷的時候 因為高中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腰受傷 所以變成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法 正常的訓練 然後跟比賽 然後甚至就是 因為以前可能教練的想法比較 比較嚴格或是 我覺得應該算是嚴格或是骨板之類的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你可能已經沒有競爭力了 對 所以他就會有放棄你的 一些行為開始出現 那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會 就是 因為就不被看好 所以變成是說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從後來又慢慢就是又再回來 就是跟高自己成績啊 或是 傷後付出 對 那那段時間大概維持了多久 就是受傷的時間 差不多 兩三個月 對 然後因為你受傷 兩三個月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然後 你再重新回到球場 練習 然後知道你可以比賽 又是 要一段時間 對 就是可能就不在乎你啊 比如說你 到球場練習的時候 一如既往 可是他不會 所以像以前一樣就是特別 嗯 關照你或是怎麼樣 就是可能就是幫你排下去 可是就沒有 理你那種感覺 受傷好了之後 慢慢回到球場 教練的態度 就又再回來 嗯 回來的時候其實沒有 就是就像我剛剛跟你說 他就是 就是放棄你 因為他覺得你已經 落後了 所以變成是他就不想管你 那是後來自己就是 自己練 然後練完之後 成績又出現的時候 他才 就是又重新關注我這樣 所以那段時間是比較大底的第一場 是嗎 對 就是因為對於一個 還是 心 心 心態上不是很成熟的時候 對我來說 那個時候算是 很大的一個挫折 然後從挫折中再出來 在大學的時候吧 然後也是因為 受傷 就是 受傷 然後那時候的傷其實蠻嚴重 就是因為之前咬的 舊傷 然後再加上有新的 呃 新的 新的手的受傷 所以就變成是說 呃 大學嘛 所以就處於一個 你可以 因為大學就像是一個 你可以 跳脫或是 跳脫自己 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的一個 環境 就是一個機會 所以變成是說 呃 大學的時候其實 就是 就想說受傷那就不要繼續再打 所以曾經有想過要放棄 那後來是怎麼樣就是克服那個 呃 就是後來還是 因為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自己 對網球的熱情 然後 還是會有那一股 想要 就是想辦法 但只是因為你 愛於就是想要放棄的時候 是因為愛於你不知道 該怎麼辦 就是沒有人可能 可以指點你的時候 所以你就會想要放棄 但 後來就是有遇到一些 呃 物理治療師啊 或者是什麼 然後他們幫我在 重量訓練上 就是身體強化這部分 呃 開始 著手 就是應該說 從那邊開始增進 所以變成是說 我就開始先把 呃 注意力轉到那邊 然後再慢慢的 拉回網球 就是兩邊一起 拉起來 對 就是可能需要靠一個東西 幫我 push 主要是找到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方向啦 就不會說一直 呃 就你在那個 網球的圈圈裡面 所以變成說 你現在又沒辦法 往前 然後你有沒辦法出來 然後就變成是 很很難受 所以變成說你可能 呃 透過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瑜伽 或者是一些訓練啊 或者是身體強化上 然後嗯 從這邊開始呆 然後再慢慢回到網球 其實就 心態上會提升很多 我現在處於一個 嗯 我覺得還可以在更好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 我覺得我現在 如果是中 欸 第一中很高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是中 然後 中然後多一點點這樣 對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更好 所以 現在還是很努力的在做訓練 嗯 當然我覺得運動員是 不可能會對 以成績方面來講的話 是不可能會滿足的 除非你走到最高 就是可能奧運冠軍啊 或者是 四大運 四大賽可能冠軍啊 反正就是有奪牌之類的 可是如果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 都是沒有辦法滿足的 但如果在生活上的話 其實是覺得 就是會很充實 因為比一般的學生 嗯 就像是全職運動員一樣 你又是學生 然後你又是運動員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比 嗯 童年齡的人還要多 對 你可能要兼顧訓練 然後你又要兼顧學業 對 因為我都是走雙打 所以我現在目前希望 我職業可以達到 三百名吧 我就是 一直朝著 當然可能有學生的身分 但我現在也覺得 我自己是職業選手 那 我可能進這兩三年的時候 我會盡我所能盡量達到 我一定的要求 但如果三年後 可能沒有了 我可能就是會 因為我是讀師範大學 所以 會有教程 我會考慮當 老師 但是 跟體育會 嗯 絕對不會離開 就是 就算是走運動產業 或者是 或者是老師 我覺得都是 我未來會 可能會朝的方向 你不怕 你會想出 會想出